台北市的万华中华路上面 今天也发生了一起吊车跟公车的碰撞意外 因为男子操作吊车不剩 结果吊车的杆子就撞上了停等红灯的公车车顶 造成公车车顶破损 而车上十多名乘客也饱受惊吓 公车在路口停等红灯 旁边停着一辆正在进行吊挂座椅的大型吊车 下一刻意外发生 公车车顶当场被吊车砸破 惊觉状况不对 公车司机也赶紧下车查看 砸车当下发出的巨大声响 也吓得附近民众外出惯心 这吊车它旋转的时候 刚好公车经过吧 我刚刚只听到声音一声 蹦一声而已 很大声 民众说是听到像炸弹一样的声音 而且附近建筑工地正在施工 一度以为是工地有东西掉下来 时间就在20号中午12点多 公车经过台北市中华路二段 由于前方工地有吊车作业 车道早已围起警示用的三角锥 现场也有疫警人员正在指挥交通 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 据了解当时吊车司机正在进行吊挂作业 可能没有注意到暂停路边的公车 不小心击中公车的车顶 当时车上还有十多名乘客 受了不小惊吓 现场没有人员受伤 但事故发生后 占据现场两线车道 一度造成车辆回堵 排除酒驾肇事 但车损部分还有带双方协商 记者综合报道